湖人官方 可以砍下13.2分5点6篮板 投篮命中率50% 三分命中率40% 加盟湖人后 他将是湖人板邓锡上重要的一员 值得一提的是 麦克尔比斯利在2013-2014赛季 曾在热火和詹姆斯做过队友 在那个赛季出战55场 场均7.9分3.1篮板 可惜在总决赛中 热火因比斯西白与马斯 詹姆斯对于比斯利的这次加盟很乐观 表示很欣赏比斯利的天赋 他们之间应该有很好的化学反应 优势的是 在他们上次做队友的时候 热火跟队记者透露 每次在一对一的时候 比斯利总是会赢詹姆斯 比斯利的个人能力是无庸置疑的 在CBA全明星上 曾砍下63分19篮板13助攻 创下多项记录 这次再次联手詹姆斯 能否给予詹姆斯足够的帮助 第一点 作为2008年榜眼秀 也算是天才高中生 但是他在NBA也算是公正的坏小子 能否控制情绪少起冲突和进化 是影响他发挥的关键 从新秀时期到太阳时期 持枪 吸尸大麻 与队友不合等等成为了他的标签 他也因此受到联盟的罚款 在太阳队时候 因私藏大麻背景 帮逮捕而为球队裁掉 另外一点比斯利的防守能力 不禁令人吸取 也算是NBA的杜郎姓球员 这一点非常影响教练对他的信任 气候再向来都是以防守赢球的 比斯利的进攻能力 在NBA能排上前列 但是享有了詹姆斯的胡人队 是一支季后萨甚至总决赛队伍 而且西部竞争如此激烈 就像今年的西角 火箭凭借着他们的接任的防守 与用士突的抢期 比斯利来到胡人后 在防守上能做出多大改变是我们期待的 比斯利如果做到这两点 胡人的替补习强度会更高 胡人现在更多的是年轻球员 作为一位P子老大哥 能否给这些年轻球员 指导一些技术和经验 能不能和除了詹姆斯之外的对要磨合的好 尤其是史蒂芬森 能不能在胡人幻发出第二春 这样我们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